什么情况?你见过站在蛋上上课的吗?反正我是没见过。 各位亲难的小奥特曼们,以及两位小怪兽,欢迎你们来到奥特小学。 我知道,你们心目中一定很奇怪,怎么会站在这么大的鸭蛋上面上课。 我下面就来揭开你们的疑惑,因为这个方法寓意着将鸭蛋踩在脚底下,考试就永远不会的鸭蛋了。 据统计,站的时间越长,考的分数就会越高。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哪个小奥特曼站的姿势最霸气呢? 忘了跟你们介绍自己了,我叫奥特老王,是奥特小学的校长,也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。 我为师和善,从不体罚学生,教学水平一流。 一个班级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,而这个学习风气,肯定是由班干部带头。 所以今天开学的第一件事,就是挑选班干部。 而班干部一定要聪明,那我接下来就出几道题目,答对的同学就可以做班干部。 什么蛋不能吃?答出这道题的同学可以做纪律委员,会的同学请举手。 这题我会,我要做纪律委员,不能吃的蛋。 我可以说出两种,第一种是笨蛋,第二种是坏蛋。 这两种蛋都不可以吃。 回答得非常正确,那就由你来做纪律委员吧,好好维持班里的秩序哦。 第二题,李白和杜甫谁是近视眼? 这题比较难,答出来的,可以做班长。 这题我会,我要做班长。 李白肯定是近视眼,因为他写了一首诗,床前明月光,一试地上霜。 他都分不清月光和霜,那他肯定是近视眼啊。 这个答案回答得非常巧妙,看来班长非你莫属了。 第三题,什么狗不咬人? 我知道,我的答案是热狗,因为热狗只能用来吃,它根本不会咬人。 回答正确,卫生委员就由你来当吧,一定要管理好班级的卫生情况,为大家创造一个干净整介的学习环境。 最后一题,什么东西大家都不想吃? 这个我知道,吃亏是最痛苦的事情,所以大家都不想吃亏,我的这个答案对吗? 老师,我能不能当副班长啊?